今天坐飞机从胡志明市飞泰国的普吉岛 在机场准备把剩下的一点越南货币花了 飞机上不提供餐食准备在机场吃个中饭 机场吃的最后一顿饭 猜猜多少钱 一个盒粉 一个分打汽水 在这个机场吃最后一顿饭 但我没有想到这个胡志明机场的吃饭很贵 所以这么一碗面就八十多 这要在市区估计就十几块钱 大不了 这么一瓶分打机场来二十二人 所以在越南的话基本不要在机场吃 在市区吃完甚至把打车去到市场开 从市区打车过来才花了四十一块钱 这个面真的不好吃 还八十多 这个肉都咬得住 一顿饭就花光了剩下的钱 看这个飞机上的冷气 烟雾腾腾 我这个机票带行李正好是一千块 两个小时到达了泰国的土鸡岛 现在泰国为了发展旅游业 对世界各地基本都实行了免签 对中国也是免签 路径手续现在是免签 什么都不需要 也不用付费 直接排队就行了 路径非常简单 排大队办理就行了 买一张机场到酒店的吧 从机场到八东海滩 也有机场大巴二十块钱 我这个小巴直接送到酒店 不到四十人 有四十公里远 做这个小巴的好处就是 直接送到了酒店 就找一种平均高 加个便宜的 还挺干净的 什么钱 可以出去捡 空调的位置 还好 你能吹头 这个房间 一百 五百八十多吧 一百七十多 一百七大十 你看 离海边不远 休息了一会儿 去八东海滩走一走 去吃个晚饭 酒店离海滩隔着一条街 要走个三四分钟 普吉岛上有很多的海滩 八东海滩算是最热闹的 也是知名度最高的 长度有四公里左右 海滩上有很多的游乐箱 猜猜这个拖拽伞多少钱 即使是一月份 阳光沙滩上也是非常热 现在是傍晚阴天 还不是特别热 沿着沙滩走一走 有很多人在打沙滩排球 八东海滩不算漂亮 但是沙子还是比较细的 所以最大的特点就是热闹 远处露出了太阳 有一点晚霞 被鬼祝秀获don flag юдаí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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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 那么多人在打沙滩 なんかedly 对呀 昨天最近的风景 那天附近的风景 некоторые飲品 都会鼓吭唱 海边旁边就是著名的霸雾行街 这条街白天看上去破破烂烂的 将近三十年没有改变 不过每当夜幕降临 这里就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可以说愈艳愈美丽 现在还天没黑 游客还不算特别多 街口也有两间比较现代的购物商场 街口也有一片美食夜市 不过突然下起了小雨 于是来到了旁边的江西冷商场 江西冷也算是巴陀海滩 比较著名的一个大商场 这里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 像是过节一样 趁着外面下雨 进去逛一下 哇 这里现在这么清静 商场里面非常舒服 可是这个时间点没有什么游客 可能欧美游客白天穿的都特少 不喜欢在室内 这是看到的第二个小朋友在唱歌 水平非常高 商场里还有儿童乐园 这个江西冷购物中心很大 贯穿了两条街 对面还有一个中心商场 以前没有来过 商场的地下一层也是一个美食城 准备在这里吃完饭 屋里比较舒服 跟着香味走 你看人的这个香味 年纪猪脚饭 我要了一个双片 它这个亮片 那个街边的要大一些 这个好像是100 大概30和20多块钱 这杯饮料十来块钱 所以30多块钱 一边吃饭一边聊个天 我今天是从胡志明推到了胡志明 现在泰国应该免签了 所以这个有张机票 我已经回过来了 没有这种落地签的签证费 比较划算 所以入境很简单 就排队直接盖上就行了 我觉得因为这个签证的问题 我待了9天吧 主要是三个城市 国内县长 然后三个城市的周边玩了 我也是很多年没有来越南了 这次来最大的感受就是 确实旅游业开放 吸引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人 越南虽然旅游业 旅游支援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些精华景点 还是值得走一走的 否则也不会这么多 不光是便宜了 还是值得来玩一玩的 然后我待了9天 9天多吧 整个费用来说就是机票 飞到河内机票600多 然后从胡志明飞到泰国 机票600多 机票600多 然后从胡志明飞到泰国 然后就是内陆飞机票 河内飞现港 现港飞不认识 所以因为我四趟机票 然后住宿住了酒晚 另外参加了一日游 一日游我参加了三个 我都是在国内网上报名的 比他那个线下保存还挺低 然后就是换点钱 换了1000多的钱 就是吃饭呀 娱乐 所以总共算下来好像4000多一点吧 4000多一点吧 然后就是住都是住的 就是比较一样的 吃饭也就比较挺好吃的 开堂的也就都堂了 就不是那种所谓情有了哈 来越南也没有必要情有的 感觉还挺好的 就是胡志明市稍微热了一点 河内县港气温也很舒服也很舒服 所以如果没有来过越南 我觉得有时间哈 你可以过来就玩一玩 很简单 一千半个签证也好一点 那签证很好 办签证好像三十天的 三百多个签证 机票啊住宿啊都在网上 订阅就在意外 我都是在国内的网上 然后当地打车 我我我如果去比较远 不到就打个车 看一个人吧 搬起机场有箱子 就打个出个车 也不会啊 我来说比在国内的网上的成绩 还是有一些异国风情的 我这次来指导也是比较突然哈 因为我感觉 点签嘛可以省四百多的这个签证费 然后如果直接回北京太冷了 像还是说在逛逛 好了我查了查机票 到布基岛我那个机票 一千多韩着行李 不算便宜 去年这个时候来泰国瓦尔的三十天 没有拍口的机岛 所以我想干脆就飞过来拍一会 布基岛我来过四次 是第五次 布基岛这边 一到晚上巴东的夜市和步行街 就越来越热了 这里是欧美人非常喜欢的酒吧街 街头也有很多的表演艺人 我这次来布基岛主要是来拍一拍 这边的海岛风光 会参加几个当地的一日游 一般我选择一日游的价格 会在网上和实体店比较一下 一般线路都是一样的 只要看一看船型和价格 咨询了几家 在这里买了两个一日游 买了斯米兰岛的一日游 还买了一个詹姆斯邦德和红岛的一日游 明天先去007岛 和气兰岛的一日游 最后一日游 高红岛都会去